在为徐海桥精心照料一天后 吴欣对她的评价是这样的 这天徐海桥带着她去中医馆做个养生调理 中医正果肯定是必不可找的 徐海桥赶紧上前去了解情况 听到吴欣说特别疼的时候 徐海桥的担心是肉眼可见的 随后医生又发现了吴欣的各种小毛病 徐海桥简直比吴欣本人还要操心 一个又一个担心三连问把医生问猛了 不过医生还是很专业的给出了建议 由于吴欣在家的时候总是贪着 而且家里的床和沙发又太软了 导致骨盆和腰椎出现各种问题 医生便建议让吴欣回家去换个床链 吴欣听完觉得这也太难了 就按照他在这里躺的床的硬度 吴欣都接受不了像是军事训练 徐海桥上前摸了摸 发现这床挺软的 吴欣一听当场邀请到 为了感谢徐海桥特地介绍的中医馆 吴欣主动提议他请客吃饭 两人坐下聊天才发现他俩的相似点太多了 比如都一样喜欢养生和玩拼图 而且两人竟然还同龄 吴欣看徐海桥觉得完全不像 同龄人讲起父母总是格外有话题 吴欣很想让妈妈早点把长沙的餐厅便关掉 同时他又觉得家长应该找点事情做 徐海桥一听就深有同感了 因为如果不给父母找点活干 那接下来受苦的就是没结婚没恋爱的他们了 果然全世界的父母都是这样的 就算是明星也逃不过他们的催婚 这一路上两人聊得特别开心 而且徐海桥的家距离吴欣家特别近 开车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离开的时候吴欣还热情说明天见 这一天的相处下来 吴欣感觉特别好 他觉得徐海桥就是一个十足时的大暖男 果然第二天一大早 吴欣就出门去小区买花花草草 还把家里彻底的收拾了一番 没多久吴欣的好友们便接种而来 大家在餐桌上准备了丰盛的火锅菜 但身为主人的吴欣一直望着门外 还没来吗 还有人呢 原来是大暖男徐海桥闪亮登场 他还专门带了草莓花 何老师这些人一下就八卦起来了 天哪这个是草莓 好女爱呀 果然徐海桥你小子还是很会的 这些人一下子还是很会的 这些人一下子还是很会的